OdioJungle 此前,有声音传出,陆航旅一小时内,便可横渡台海海峡。对此,台军事评论员宋赵恩12日宣称,如果真这么搞,只会全部变成碎片。果然,短短时间内,不少网友都对其言论表示哭笑不得。 风道,一看就是外航人说的话,解放军陆航旅在诸日核训练基地接受简约图片来源。台湾中时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2日报道,对于解放军陆航旅的作战能力,宋赵恩12日在脸书上发文表示怀疑,他声称解放军目前大型直升机不足,尚无力编组数个空中突击旅,就算真有那么回事,100架直升机突击台湾的行动, 会很快被雷达侦破,接着将变成碎片报销,他还进一步解释说,直升机十分脆弱,使用一般型武器,如机枪,补枪即可击落,美军在越战时,飞越共打下5000架直升机即是著名案例,台湾的防空能力强大,战机拼光了,还有武装直升机上的响尾蛇与毒磁导弹,这些没了也还有防空导弹,命中率几乎100%,再退一步说, 台湾有汉马车违在具的八连装复仇者导弹车,四连装小屑树野战防空导弹,单兵双连装毒刺导弹,四连装舰一级零防空系统,再搭配上T92,40炮,T75机炮,以及35块炮,可以编成致命的绵密火网,来多少架就干掉多少, 最后,宋赵文干脆表示,实在到了退无可退之境,用一般部队的武林机枪,排用机枪,搬用机枪,红损火箭弹,甚至以战斗步枪连发,也可以打掉低空的敌军直升机, 对于宋赵文的言论,到内网友纷纷嘲讽,一看就是,外行人说的话,还有网友酸道老大,你这么看得起台湾呀,阁下这种论调叫做军事专家啊,看来台湾已无堪用之才,悲哀, 昨日11日,台当局官员刚刚称,民进党计划增加长期房屋开支,若预算案得以通过,2025年前,台湾年度房屋开支预计至少会增加20%,达到3817亿新台币约837亿人民币,叫嚣对抗中国大陆,台湾中央社还对此报道称,台当局此举是为了展现日益坚定的决心, 希望打造更强大的威慑力量,以对抗中国大陆,对此,不少岛内网友呛声道,蔡英文明明是心中有鬼,当美国人的看门狗就好了,只要会吐舌头,摇尾巴,但是还是要自己花大钱,向美国人买一堆破铜案铁,还有网友等到,你们不是说一个台军干掉以台坦克吗?不用惊慌,还有台媒评论称,蔡英文当局, 用各种小动作叫板大陆,恰恰证明西被震慑住了,2017年底,台当局防务部门曾发布所谓的,2017年国防报告书,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笑,就以郑重回应称,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哪里来的什么? 国防报告书,中方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和联系,任何邪阳自重,以武剧统的图谋都是图牢的,来源